Omi,有聽過鹽田子嗎 說我見識少 我真的沒有聽過鹽田子 我昨晚收到電話時 我看到鹽田子,我又有個電話 他們問我會否一起集合 我以為是可以直接車到達 但我說不行 你一定要在碼頭集合 我們要一起坐船 我們今天包了一艘船過去 看看,我們進入鹽田子的陣容 是很強大的 各位就把我們的物資一樣的 帶過鹽田子,我就帶我自己過去 上船出發 因為有很多人進入鹽田子的海外 我可以看到鹽田子的海外 我可以看到鹽田子的海外 現在是有很多人補充的海外 這個小島是香港少數有 天主教色彩的客家村落 島上有天主教堂 絕無僅有的鹽田 以及四十多間傳統客家結構屋 曾經被荒廢 近20年由村長帶起,將廢村復興 我小時候都是在這裡生活 戰後1950年的時候 最多是住在這裡,接近200人 在50年代至80年代、90年代 因為我們的村民因為要謀生 所以一直搬到西宮、元朗 甚至香港那邊也有我們的村民 你好,村長 大家好 我是第一次來鹽田市的遊客 有甚麼感覺 我一來的時候,比我想像中是… 我以為一來到就已經看到小屋 但反而不是,兩邊都給了一個小森林 好像還沒看到一些屋子 或者看到鹽田市 究竟是很薄還是很厚的島 我們的村是柳暗花名 有一村 對…有這個感覺 待會我會帶你去瞭解一下 我們的村 我也很期待 因為我想現在這個面貌和以前的時候 其實應該的變化也很大 我剛下船的時候 其實也有一個意外點 就是這個碼頭相對其他 是大和漂亮的 對,因為以前我們的碼頭 其實只是來到這裡 只是剛剛這個位置 即是延伸了 對,延伸了 而且很小,很窄 在三年前,政府幫我們維修了 擴大了碼頭 令到更多遊客可以上到這裡 即是一起來 你這裡又會過渡 就進入了這個小島的感覺 沒錯… 那就讓村長你帶我遊覽一下 這個鹽田市吧 今天好,歡迎… 好,跟著你 好 謝謝 鹽田市的客家村屋 大多數建於上世紀50年代 主要分佈在島內西南方山腰位 屋舍坐北向南,背靠山坡 可抵禦冬天北方寒風 也可以抵擋夏天來襲的颱風 展現了古人建築智慧 其實我們的村 也有四十多間至五十間屋 是這裡的,但全部都破落了 住不了人 直到這十五年間 復收了大約十間屋 即是四分之一 現時有三個復收模式 分別是自住自收 即是原居民自己出錢 復收後自己用 第二,是自收租出 將舊屋維修後再出租 第三,是便宜價出租舊屋 由租客出錢去維修 我們來到這裡 就更加看到舊貌的家是怎樣 沒錯,未復收的… 塌了的屋 其實這樣一拉過的結構 也是差不多的 沒錯,都是兩層的 上面就是有瓦頂的 沒錯 全屋建築結構是複式單位 地下大門口一邊是廚房 另一邊是浴室 還有一個狗洞讓貓、狗進出 而屋外平地叫和堂 用來浪費和休息 至於村屋外一般都有大量樹木包圍 反映出村民和自然共生共融的生活特色 其實這些裡面都是磚還是石 這些是散石 也是在沙灘執上的 會看到這裡有洞 做甚麼事 這是給貓、狗出入的 真的嗎 沒錯 原來以前已經有一個這麼貼心 這麼甜蜜的 但是很有趣 對 也會留一個給他 但我看見這裡應該不是給貓、狗出入 以前是養雞的… 後來他做了一個小廚房 真的對,因為出來就自給自足 沒錯 但我看到這邊就是新的羊毛 至少有三間,看起來是復收了 不過他們的風格也開始有點不同 對,我以前是我的家 你小時候真的住在這裡嗎 住在這裡,沒錯 有一個對聯,我爸爸的名字叫壞仁 你的對聯很漂亮 壞臉祖先慈,仁愛子孫福 沒錯,是2014年維修的 那你跟以前和現在有很大的轉變 在這個位置 沒有… 沒誰 沒有誰,其實只是鞏固了 就是我的結構 這個模式就是我家人正要復收 你說自己真的在家一手一腳 對,沒錯 但所有的… 要混進來… 很重 對,很艱難 這樣做要做多久?這幾間 我就快點,要九個月也可以 這個景觀很棒 這裡是鹽田那裡 沒錯… 看得出選擇這間屋時 有看過這裡 沒錯,那先做吧 對,選擇得好 但我看見這裡的這間屋 也是很突出的 整間屋都是石頭的建造 沒錯,以前都是養雞的 我們家裡就是這條養雞 破舊了,全部崩潰在地上 我說在重修這間屋時 把石頭足夠踏上去 蓋上去,用牙釘的樣子 我們已經算好了 倒下來,在地上撿回它 當年我們爺爺那一代 說要在沙灘裡逐漸地撿回它 慢慢地看上去 已經算輕鬆了 但你看到裡面這些都是磚或石 只不過它敏了 但你卻保留了石頭的外牆 補花樓這個特色 很漂亮… 還要加上鹽田的景 基本上生活只有三戶人 沙灘人也有村民 有外來人租了這個地方 也租了十多年 住了十三、四年前 十三、四年前,我的餐廳就倒閉了 就開始想想退休生活如何過 我就駕駛了快艇 把島上去看看人生下半場 住在不同的地方 我要的條件是地方清靜 有海、有田 最後就找到這裡 最進入的那間 應該是這裡 這個拱門很漂亮 你好,有人嗎 你好… 風哥,打擾了 你這裡應該就是… 是鹽田子最進入的一間屋 是 我剛才聽到 有兩隻鸚鵡跟你們一起住 兩隻鸚鵡、兩隻貓 四隻貓 很大家庭 是… 這個空間就可以做到這個校館 可以 再做這裡 即是動物、你的家庭就在裡面 在裡面 可以進去參觀嗎 可以… 好 這裡吧 好 其實外面的魚都保留了 打擾了… 這類客家的房子 外面是用尺數來計算的 一間屋是五百尺、六百尺 客家人是用瓦數來計算的 上面的瓦片 一瓦為之一坑 我這間屋就叫十山坑的牙屋 約四百多尺 我這兩間屋就有九百尺 差不多 風哥進來跟我想像 剛才有看過外面是比較破舊了 崩潰的那種完全不同的感覺 進來後是一種勾式的感覺 這個裝修的風格 是風哥你自己一手一腳 去砌出來的 是… 那時候的天頂是瓦頂 用木糧做成支撐 是 木糧一百尺就住了, 軟軟的 轉了做鋁通, 最便宜的 隔熱板就做了這個頂 二樓平台也是倒了一半下來的 那邊倒了一半下來 全部拆掉, 重新再做過 偷空中間, 讓我… 通透感比較強 對, 通透感 木糧… 有些木糧還沒爛完後, 我也會用 是 再買一些新木糧 我看到有些是圓形的 對 有些是方形的 圓的是舊的, 方的是新賣的 而且我身邊這條樓梯也很厲害 我看到… 這條樓梯是原裝的 又是懶融融的 有些板, 我會把新界鋪上去 打磨, 再游泳 這兩級是… 它是石屎座原裝的 它是用來做支撐, 讓它移動下來 其實這樣聽 風哥, 你以前是辦建築的 不是的 我做廚房的 對 我自己開餐廳 最初甚麼都不懂 牆壞了, 用櫻泥補回去 那時我經常用手扔進去 我做兩次的手, 全都被你插穿 學客用手套 學客用灰瓶 有些朋友做地盤 就開始教一些裝修給你 把幾個來幫忙教我 每次都是找了裝修師傅來教我 我花了一年時間回到這裡 就開始做到能夠住人 由風哥和他太太 他們一手一腳自己打造這個安樂鍋 我覺得這就是那個奇跡位 他是儘量保留到原貌 但其實他經歷了很多困難 我覺得這已經是一個很厲害的位置